林瑶杨幂离婚了,昨日冬至,杨幂离婚的官宣上了微博热搜导第一,瞬间报了,在里,他们说,二人已于今年签署离婚协议,两人会共同扶摇小糯米。 有人说,这个全天下人都知道的秘密,终于公开了。 虽然这句话多少带有一些嘲讽的意味,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 因为,在很多人眼里,杨幂和刘凯威的婚姻,早已名寸失亡。 林二有网友说,杨幂和刘凯威的婚姻当初有多甜,现在就有多虐?杨幂和刘凯威跟公开恋情的时候,有多甜呢? 刘凯威叫杨幂大宝贝,她说,一人恋爱不容易,他们会格外珍惜。 她说,我们爱得恩爱,永远不会死。 她说,只子鸡手,鱼子偕老,每一年的生日,我都要和你过。 她半夜被孩子提醒,她陪她一起熬夜,委屈的说,妈妈真的困了。 网上一度传言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,她马上发了一条微博告诉大家,我们好着呢? 她也不甘示弱,马上转发,自信的回,好着呢? 但细心的人发现,他们之间的互动,开始变得越来越少。 他们相互间的称呼,也由大宝贝刘叔叔,变成了糯米爸爸,糯米妈妈。 就连相互庆祝生日,也是一句客套的寒暄。 而杨妮今年的生日,刘凯薇更是一声嘱咐也没有送上,陪她过生日的,竟然是安吉J.I.Label,BEI,B,BI,刘凯薇生日欲然。 谁也想不到,当初恋爱的两人,竟然也会走到这一步。 有人说,杨妮在最红的时候公布恋情,在最火的时候出嫁生娃,本以为刘凯薇是她的大树,会为她遮风挡雨,却没想到往后的大风大浪都是她给的。 刘凯薇的夜光剧本事件,曾经是大家热欲的一个八卦事件。 有的网友说,两人之间的感情变淡,是因为两名太忙了,连坦干小糯米,也要安排在自己的工作行程里。 众书分坛,但两人的感情,确实已回不到从前。 那他们的感情问题,究竟出在哪呢? 我认为,他们的感情不光是因为缺少离多,而是因为缺少了婚姻中的仪式感。 03什么是仪式感? 通俗的来说,仪式感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,即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,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,每一个节日,都可以说是具有仪式感的时刻。 而仪式感的作用在于,只要在那些琐碎平凡的日常,进行了庄重又认真的仪式感,就能转眼变成温暖又长情的告白。 在一段感情关系中,仪式感的作用更是十分重要。 它是维系这段关系好不好,牢不牢靠的一个纽带。 要知道,杨幂和刘凯威婚姻很甜蜜的时候,是很有仪式感的,每到对方生日,他们都会亲自喂对方过。 他们会花个心思买个漂亮的蛋糕,再发个甜蜜蜜的照片,像普通人一样兴奋的晒生日祝福,连转发比都是甜蜜蜜的,撒的狗粮也是一堆堆的。 每到小糯米生日,杨幂再忙也会赶到香港,然后和丈夫一起庆祝女儿的生日。 但到了后来,随着两人互动的减少,他们的感情,也终于画上了句号。 村上春树曾说,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 因为,毛往注重仪式感的人,即使生活得一地鸡毛,也能把日子过得浪漫别致。 而在一段婚姻当中,仪式感更是必不可少的事物。 因为从恋爱到结婚,婚后的生活趋于常规划,从风花水月到彩米油盐,曾经的海市山盟,中间会被繁琐的生活慢慢消耗尽。 有人说,婚姻的寿命很短,只有七年,所以有了七年之痒,不少结婚几年的夫妻,已经到了互相看业对方的阶段,两人对话的内容全都为让孩子进行。 丈夫日趋油腻,妻子也渐渐变成了黄脸婆,原有的光鲜不在,夫妻生活缺乏激情,只剩下事之无畏,气质可惜的老夫老妻组合。 这个时候,仪式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,因为,只有在乎一个人,才会特意去记着,在何时何地跟这个人做了哪些热回忆价值的事,才会去记得有关于这个人的一切,并且用心去准备着。 而好的仪式感不仅仅是一份礼物,更多的是背后的用心和寓意,有的时候,细节才是提高夫妻生活质量的根本。 零四说到具有仪式感的婚姻,不得不说到刘嘉玲和梁朝伟。 记得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,大部分人都不看好他们,甚至有很多粉丝信誓旦旦的表示,他们不出三年肯定离婚。 如今,两人的婚姻已走过第十个年头,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,已近三十年。 关注娱乐圈的人都知道,梁朝伟门坊,飞文多,刘嘉玲爱白,两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这样性格迥异的两个人,到底是如何经历好婚姻的呢? 这个秘密直到刘嘉玲做客一场电视节目,才被解开。 刘嘉玲说,自己是一个非常在乎生活仪式感的人,尤其是一些重要特定的节日,绝对不会敷衍且过,会用心准备,哪怕是一张纸片,一束花。 他直言,之所以会这样,因为人生中很多美好的回忆,是需要自己就可以制造的,而仪式感其实是最好的制造方式。 结婚十年,每年的情人节,梁朝伟都不忘给他送上一束鲜花,生活中如果两人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,在时候,他都会亲自手写上一张道歉卡拼送给刘嘉玲。 刘嘉玲也坦言,这些年,我把梁朝伟的刀切卡片,已经收集了满满衣柜子,这些都是两人美好的回忆。 去看刘嘉玲的微博,你会发现,从十三年开始,每年梁朝伟的生日,刘嘉玲都会帅上送上他的亲生祝福,每一年的生日蛋糕也是因心定做,爱意满满。 刘嘉玲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梁朝伟,我的爱情里,你一直都在。 他和梁朝伟结婚多年,幸福的婚姻生活,无非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充满着小惊喜和小感动的日子汇集而成。 不是矫情,不是装闷,一束小小的花束,一张小小的卡片,都能表达你对对方的在乎。 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对方感觉到,我是把你放在心里的,我是时刻牵挂着你的,积少成多的小细节,也渐渐积点出了申请稳定的婚姻。 因为,只有仪式感才能清楚地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可在乎,也只有彼此付出的感情才牢靠。 林伍同样的例子,还有我同事杰西的叔公和叔婆,两个人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婚姻,一度恩爱如初。 殊不知,两位老人家的这五十年婚姻里,有近二十年是一地婚姻。 在过去,没有手机的时间里,两个人基本上一个星期一封信,在心里唠唠家长。 叔婆每次去取信的时候,都像一个热恋气的小姑娘,急急忙忙地拆开信封,读完脸红得像疏透的石榴。 每逢叔婆生日,叔公都会请假,从他所在的城市坐上一天一夜的火车,来叔婆所在的城市看望他,给他亲手做一顿饭,或者带他下馆子,带他吃他最爱的西湖醋鱼。 那个时候,两个人结婚已经六年多了,连邻居都看不下去了,说叔公叔婆都老夫老妻了,还像年轻人一样腻歪。 但叔公去骄傲地说,我疼我媳妇,你们眼红什么? 其实,并不是叔公写的情书有多动人,叔公做的饭有多好吃,而是叔公这种对叔婆的心意,都在仪式感上沾显得一览无语。 黄泪说,我非常反对爱情变成亲情,婚姻就是该摸摸,该抱抱,没事就得摸摸吧。 所以,每次结婚纪念日,他都会准备惊喜。 平时,他也动不动就给老婆一个热吻,还常常亲自下厨做饭,把一家人养得白白胖胖的,交无数人羡慕的紧。 其实,哪有什么风不风雨不雨,什么忙不忙内不类。 一段关系里,如果没有了仪式感,不忙也会变成忙,晴天也会变成风雨。 因为在我眼里,你不值得我的付出,因为仪式感这种东西,只有有些人才会准备。 生活本来就已经枯燥了,如果连仪式感都胜去,那么,婚姻很有可能变成一座坟墓。 06韩国的一部5分钟短片30天的承诺,让无数人看了陷入深思。 30天的承诺短片 故事情节很简单,男女主角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,但结婚后琐碎的生活消磨了激情,像空气一样习惯彼此以后,便不再去表达爱。 甚至连每年的纪念日,也仅仅被当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仪式。 久而久之,丈夫觉得无趣,便向妻子提出了离婚。 妻子参应同意了,但她要求在离婚的最后30天,要求丈夫每天和自己拥抱,亲吻,亲手,说我爱你。 一开始,丈夫百般不适应,一接出妻子就想退缩,一接吻就想转身,但重复了15天后,丈夫已经可以很自然地牵起妻子的手,去拥抱和亲吻她。 在离婚的当天,当丈夫在工作中被同事问道,怎么向妻子求婚时,她想起了自己曾许的诺言,我向你保证,每天都牵你的手,每天都拥抱你,每天都亲吻你,每天都对你说,我爱你,你愿意嫁给我吗? 原来,妻子的这些要求是丈夫曾经的许诺,丈夫婚后也忘了去兑现自己的承诺,婚姻的热情也逐渐被消磨殆尽。 但通过与妻子的30天已是感的生活,两个人一起精心去做一些小事情,给平淡的感情生活增添了乐趣,慢慢找回了恋爱的感觉。 丈夫说,那段时间我所忽略掉的她对我的关心和爱,又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。 原来,这种强烈的仪式感,真的可以唤醒死去的婚姻。 如果,当初那么注重仪式感的杨幂和刘凯威,能一如既往地保持爱情出世的姿态,就算婚姻到后来不如出世甜蜜,也能和和美美,阿娜温温吧。 可惜,准备仪式感的,从来都只是有心人。 同样的,一个人爱不爱你,从他愿不愿意为你准备仪式,就能看出一二了。 愿大家的关系中,都能夺一些仪式感,因为只有仪式感,才是我在乎你的最好诠释呀。 与各位共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的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